油麵在鐵板上翻炒 一顆顆章魚燒布滿柴魚片 香氣撲鼻而來 解縫還沒去日本 先來日本文化觀光博覽會 顧顧肝癮 在台灣很難吃到的一些菜 都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真的滿不錯 回日本的感覺 展區另一頭 Model還特別穿出 90萬日幣打造的香精日式和服 滿滿的日本味 要力拼觀光復蘇 因為這次的展 它有結合了滿多 就像是物產 然後有美食跟觀光跟文化的部分 走向來說是滿多元的 如果以團體客來說的話 還沒有到我們想要的那個 增加的程度跟速度 那他們的話 基本上對疫情的這個部分 還是有一點觀望的態度 雖然想冒足全力大強解風財 日本卻因為二三線城市 機場人力不足無法應付 台灣民眾去不了別擔心 還有東南亞旅遊 今年四月 越南開放國際旅遊 到今天為止 已經接待了180萬人次的國際遊客 180萬人次 明年農曆年的時候 會增加一個台北雲頓的直飛 那就是夏龍灣北越的行程 越捷航空啟動包機 來強解封大餅 根據統計 2019年疫情前 台人到越南旅遊有85萬人次 越南來台人數也有40萬人次 到日本旅遊更夯 有491萬人次 入境則是261萬人次 東北亞 東南亞 都是台灣的熱門旅遊景點 國境旅遊漸漸恢復 各國搶台灣觀光客 我們也得積極宣傳搶商機 進行往劉沛庭 洪偉桃採訪報導